作曲 李宗盛 电影里外合我专门设计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做好一个训练 第一天阿聪进来的时候说 不好意思我跑回来再拉上我的脚 然后带我好尽力的脚 然后他绑着脚我们来两样 扎着脚我怎么忍心 第一天就弄伤演员的伤人家伤 因为我们其中一部分 阿聪的角色是打鼓面练拳 我说不要紧要我们在拳上 因为阿聪学习的Boxing 他的拳很漂亮 我们将他的长处放大 爪 塞 拳 放大 那这些脚我们真力使用 留下最美的镜头 我们先给你看脚 我们先hold住脚 我们全部都用拳拳 塞 而为主 所以他里面的动作全部都是 他自己做回来 还有我们继续度过 到真的要踢脚的时候 不要继续 阿聪辛苦你 别人踢几个漂亮的镜头 我们希望这几个镜头搞定就可以了 那他也做出来的 他没有一刻声音乐说我不做 他没有 虽然他痛 但他也照做 拍摄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创作了竹店这个故事呢 是因为老板鼓励我们的 我很记得是2018年 2018年那时是农的新年 我记得 但是过一年我们还穿着衣服 吃淘汰吃饭 我很记得 因为那个参法很震 那老板就说 不要经常做演员 不要那么被动 不要经常等文到 等剧本到 等人找你演好角色 你们主动一点 自己写故事 我现在帮你们 老板说 你们自己写故事交给我 公司会有编剧帮你们审核 可以还是不行 可以的话 我会支持这件事 OK 不过你要满足我四个条件 你的故事 那我们就全部都要听 对 老板说 老板第一个条件就是 一套戏不能太贵 中小型资金投资的 第二 一套戏一定要有动作场面 方便他去卖佛画之类 方便观众进场 是的 第三 就是要正面正能量的 不要拍一些太极端 那些什么很疯狂的 不要 要正面正能量的 是的 第四重点来了 这个最重要 你要说服到我 为什么我给一张戏给钱 同一个价钱 我不看亿元的制作和理会 我要看你这套戏 你满足多这四个要求 我就会支持你这件事 那公司的很多artist 听到就不断给故事大纲 剧本 不断给idea 公司 公司很多都是reject做的 以我认知 至少我给了十几个 我写的故事大纲 由软科幻 到大型动作 小型动作 到十几个 都是触电第一次被ban 都是没有接受的 但是我回家之前想后 我想一下 我自己是很喜欢触电故事的 我觉得 应该是可以的 我忍不住 我又改了一点 比如老板有什么意见 我又改了一点 我又给多一次 那给多两次 老板又觉得OK的 又觉得可以发展 那难题又来了 我还记得当时是19年 他觉得这个idea是值得发展的 我和两个编剧和导演 Dixon 我们四个人 一同牙掌掌掌掌掌 四天早上 由19年 一同写剧本开会 疫情线上开会 见面开不开 一直到21年 年尾 剧本才会正式通过的 当然很感激他 我以我认识 好像是1Q 我第一个artist 拿原创故事回来 是得到公司approval 开到成了成了 好似有好似 可能有其他我不知道 但是那个歌程是千辛万苦 而他老板不是敷衍你 他自己看完之后 他说你那里不行 我写过了 他见面 你明天见我 我一天就说 他每一件事 你现在用哪个做 你哪个懂 他虽然他不觉 但是他可能两个年前 说过也他都记得 你怎么跟他说过 那里呢 那里改了没有 他真是care 这个细节的 我整件事 虽然他不是 又是捉住我手 盯着 但是我跟他说过 没有的detail 他都放在心里 他记得 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很感激他给了个机会 去做这件事